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3月30号星期二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两天,网上又有一个城管的视频,在网上广泛流传开来,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视频。 人民政府同乡是市长、市委书记,明明天不清理掉,马上清理掉这里的。你们独生一点,一定要批我们工作,广播的都是垃圾广告,垃圾的都是垃圾广告,垃圾广告,不离外面的,已经不清理掉,知道吗? 这是我们同乡,西政府的命令,如果你要犯网的话,如果犯网不来,懂吗? 有没有,你要犯网的话,不陪我们事物的话,不要卫生公安,格杀勿论,公商,我们四个部门一起过来,给你打,怎么样? 我们老板不带你给老板说吧? 我现在给你说一声,马上要到你这里了,现在我走,不回来。 好了,OK,通知你过来,通知你老板,你通知不通知,是你的事。 你帮你把文件给我看看,不要文件,你我查的,再给你给文件,OK,啊,我先查,再给你给文件。 这是国民党啊,这是国民党? 共产党,有什么事做我,我就翻译过,啊,我查的。 你再说一遍,什么东西都查掉,你说? 查掉,垃圾广告。 什么叫垃圾广告? 文件的字叫垃圾广告? 对。 哦,还有呢? 这叫垃圾广告。 这个我不查,不要查不查,这个不查了。 这个要查掉? 查掉。 这个查掉不? 你看,要查掉,这个不查。 这是我的命令。 有什么事? 你的命令? 对。 你是什么人,我还不知道咧? 查掉,啊? 有什么事,找我? 你是谁,我还不知道咧? 我是翻译过,打得打,啊? 我们可以看到,这个嚣张跋扈的城管,甚至可能还不是正式员工。 但是他的那句格杀勿论, 让我们恍惚之间又回到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。 官老爷任意生杀与夺。 这个城管也是一个普通人。 当他脱下制服的时候, 我想他也会在家里含一弄孙吧。 但我们可以看到,在一个极权社会里面, 一个底层的人, 当他有了一点点的权力之后, 就变得不一样了。 他就会用他这一点点的权力, 往死里去欺负同事底层的人。 随着这个视频的迅速发酵。 浙江同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应表示。 该工作人员系第三方外包员工。 保安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道歉称。 事发当晚公司已做出调查处置。 决定将范某予以辞退。 这位声称格杀勿论的巡查人员胡假虎威。 采取恐吓和威逼的手段。 态度极其恶劣。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。 扰乱了当地群众的正常生活。 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。 理应受到追责承办。 然而,当地综合执法管理局指出。 此事系外包人员所为。 利用外包人员作为舆论的灭火器。 作为追责的挡箭牌。 这样的套路有些熟悉。 看似给出答复。 实则避重就轻,推卸责任。 插播广告,麻烦订阅点赞一下。 非常感谢。 城管市有执法权。 包括住房城乡建设领域、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 以及环境保护管理、工商管理、交通管理、 水务管理、食品药品监管方面。 与城市管理相关部分的行政处罚权。 街巷治理明显涉及执法权。 而执法权必须由公共部门来承担。 其可外包戏。 执法权一旦被买卖。 还有何正义可言? 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。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。 就是底层互害。 这中国的底层往往有一点权力以后, 迫害底层比谁都狠。 城管收拾摊贩。 看车的收拾送外卖的。 物业的欺负做保洁的。 有一点权力的底层。 对付比自己地位还低的底层。 那是下了死手的欺负。 人性之恶在这个修罗场体现的淋漓尽致。 我们的社会如果走不出底层, 互害没有希望。 城管与贪贩的冲突。 如同大姨妈一样会周期性的出现。 评论中多是一顿谩骂。 毕竟这属于老生常谈内容。 也是见怪不怪了。 但是,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。 为何会成为了底层互害的代名词? 究其原因是底层的撕扯。 有的城管,本身也有失业的经历。 但收拾起贪贩来,却特别凶狠。 为什么这些本来该有同理心的人? 互害起来,却格外的残忍而没有同情心呢? 我常想起一种恐怖的情形。 如果在一个泥泞的沼泽地里, 有一大群人正深陷其中。 如果每一个人为了生存都必须拼命地向上挣扎。 那么,是不是每一个人, 都会希望把别人踩在下面? 又是不是随时会有一种害怕自己也在掉下去的恐惧? 这种希望和恐惧的交织, 就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。 爬到上面的人,会格外庆幸。 甚至忘乎所以。 想把自己受过的苦难, 再变本加厉地踩在下面人的身上。 而掉在下面的人, 则满身戾气或卑微恐惧。 又不得不对上面的人奴言蔽息。 权力是一计会让人上瘾的处方药。 它的副作用非常多。 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,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, 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。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。 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。 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 希望我们神州大帝也能早日实现这个梦想。 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如果觉得我的观点不错, 订阅点赞鼓励一下我吧。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